长荣航空纽西兰籍机师确诊武汉肺炎 造成机上群聚和国内本土病例感染 虽然这名机师事后被长荣航空开除 但仍引发许多案外案 有读者向苹果新闻网爆料 12月12号和确诊机师同班机的空服员 在12月14号回台后没有进行居家检疫 在12月16号前往公司的机师退休舱会 且现场有100多人参加恐造成防疫过口 经苹果查证这架班机是在12号 从台北飞往芝加哥的客舱载货航班 这名空服员在航班上属于货机兼货人员 班机抵达芝加哥后不入境直接空机回台 该名空服员在12月14号抵台后 依照民航局规定 在外站未入境住宿的机组员不需要居家检疫 因此便在12月16号晚间参加聚会 长荣航空证实却有此事 但称这名空服员并未违反规定 也说这名空服员的核酸检测为阴性 并从12月19号开始进行居家隔离 不过有自身空服员认为 客舱载货航班即使不会接触到乘客 但难免在送舱或吃东西时 还是会跟其他组员接触 也说几组员虽然不会入境该国 但抵达外站后不会留在机上 而是会穿着全套防护装备 在航廈内完成相关手续才会再上机 且这类航班是属于长城班 在航廈内停留时间会比短城班久 容易增加感染风险 因此希望相关配套措施 能够更明确降低染疫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